最近几年花莲县重大车祸事故频传 人员受困车内事件也实有所闻 消防局第三大队有鉴于此特别进行的 紧易销车辆破坏救助训练 70位紧易销从破坏器材机具操作 救援技巧还有强化安全救援的观念 精实而且专业的训练 大大提升的救灾品质和效能 优先维持住受困人员的生命真相后 紧易销人员善用破坏器具 发挥团队合作默契 敲开或者搬开车门 顺利救出受困者 这是消防局第三大队 紧易销破车救助训练的现场 不论是破坏器材机具的保养与操作 受困人员的救援技巧 乃至于紧易销救灾安全的维护等等 专业讲师以及救助队学长姐们 手把手传授专业与经验 精实且专业的训练也大大提升整体救灾品质与效能 面对近年来 花林县主要道路交通环境改善提升 尤其观光旺季车流量大 使得重大交通事故频传 消防局第三大队为了提升救灾人员 执行车体破坏的能力与人命救援技巧 特别规则进行这一场车辆破坏救助训练 藉由专业训练加强各项抢救技能 以及救灾安全观念 以确保救灾人员的安全并降低民众生命财产的损失 现在这个项目是因为实际案例很少 所以为了要真正实施继继的去操作 让同人了解在这个过程中怎么保护自己 怎么把人安全的破坏 还有一些危险的油电水的部分 我们可以准确无误的把它去除 再把人安全的救出来 在南区实际破坏的很少 以前都是用模拟的 现在是用实际的车辆 还有我们身手边的器材 去怎么配合 六十位的锦衣销分替进行动静态的破车救助训练 各个认真卖力的学习 精进各项抢救技能 以及救安观念 课程丰富完整 锦衣销收获良多 记者是玉兰玉立正采访报导